如果跟一些致死率不太高的传染病比较起来 有很多慢性病对人体的伤害其实更大 像是国人十大死因排名第四的糖尿病 在台湾的盛行率越来越高 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 几乎每十个台湾人 里面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尤其是65岁以上的男性 盛行率超过了四分之一 而最大的原因就是肥胖又缺乏运动 台湾越来越多人罹患糖尿病 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发现 2002年盛行率6.5% 到了2008年已经大幅提高到9.2% 等于是每十个台湾人就有一个罹患糖尿病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肥胖 要为就是男生高于90 或是女生高于80 是属于过大的那种 他们会的糖尿病的几率 大概都是一般正常的三倍以上 肥胖导致新陈代谢缓慢 特别容易罹患糖尿病 尤其是男性过了中年 特别不注意体重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罹患糖尿病 65岁以上男性盛行率 从1993年的13.1% 一路攀升 到2008年 已经达到28.5% 最好是一天至少要吃一餐 是全国类的食物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不要吃太精致的食物 在总的来讲 油类的摄取量要降低 控制体重 多运动 还要注意饮食 多摄取蔬菜水果 都是预防糖尿病的不二法门 面对这个十大死因排行第四的疾病 民众不能太轻忽 继续林真如 沈志明台北报道 您是4分11% 这点是4分11% 在简易内有ored 満民众不能太轻忽 也论定是4分11% 地监 结订阅 在简易中